这节我们继续讲NOTJS处理POST请求 POST请求稍微麻烦一点点 POST请求的意思就是POST 它就是发送的意思对吧 POST 我们经常讲的什么POST MESSAGE 什么东西 这些什么单词 然后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客户端要向服务协谈传递一个数据 或者说一个信息 它就GET 我们上一天讲GET是客户端要向服务端索取 或者要获取或者要索要什么信息 POST正好是客户端要向服务端 传递什么信息 比如说我们要新建博客 新建博客我们要往服务端传递 博客的标题 博客的内容这些对吧 所以说如何用GET 如何用POST 这个场景大家要判断好 不能乱用 然后我们通过POSTDATA传递数据 这个POSTDATA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数据 只不过是我这儿是统一这么写的 就是所谓POSTDATA 就是我们在POST请求的时候传递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叫POST的这个数据 是吧 因为你说我写一段文字去解释 这个也不是那么简洁 也不是那么好描述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干脆统一叫POSTDATA 这个东西 但是它是个分开的词 分开的词 而且它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术语 它只是一个POST请求的时候 发送的数据的这么一种描述而已 然后浏览器没法直接去模拟 就是我们刚才讲GET请求的时候 因为浏览器直接去访问 就能发送GET请求 但是POST请求不行 不能说浏览器你直接一访问 就发送POST请求 现在没有 除非你需要干嘛 除非你需要手动的去写GS 比如说写艾迦克斯 艾迦克斯去发送POST请求 当然这就很不方便了 对吧 而且POST请求可能还会有一些 什么跨域 你需要了解写的问题 你通过艾迦克斯 你还得去同意对吧 这个就挺麻烦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推荐使用POSTMAN 所以说我们先不去搞什么代码演示 我们就先不去写代码 我们先去把这个POSTMAN来装上 安装POSTMAN 安装POSTMAN呢 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特别是有了谷歌浏览器之后 大家看 大家如果是能访问谷歌的话 直接去搜索这个POSTMAN Chrome就可以了 如果是不能访问谷歌呢 你可以通过搜索这个POSTMAN Chrome CRX 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的结果 教你去怎么去按 具体我们就不再点开看了 大家参照这个去按一下 按完之后呢 你去Chrome的输入框中 输入Chrome 冒号双斜线apps 然后输入这个 输入完这个之后呢 你右侧就会出现一个POSTMAN的小标签 对吧 你一点击 就会打开这个POSTMAN的这个界面 这就类似于一个Chrome里面的一个插件 特别轻量 也特别简单 当然 你可以直接去安装一个POSTMAN的APP 这个没有问题 反正总之能用就可以了 要求不是那么多 左侧是我的之前的一些记录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发送POST的请求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写代码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呢 其中很多都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比如说 第一行我们之前写过 最后这个Laysian我们之前也写过 然后第二行我们之前也写过 第三行这个 if request.message.post 这个跟get是一样的 之前我们都是get 这儿是post 因为我要接受post的请求 然后接下来是 我们要打一个数据格式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request叫headers 里面有connect type request叫headers是什么意思 就是浏览器 或者说客户端 POSTMAN也作为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的信息里面 有什么样的头 header不是头吗 对吧 headers就是多个头 有什么样的头 其中有一个叫connect type 就是你发送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post data 我发送的数据 它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儿呢 其实当前呢 就是只处理这个json类型的 json类型呢 也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种类型 其他类型我们就暂时先不考虑 反正json类型呢 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常用 而且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然后接下来 这儿我们只是打印一下而已 接下来我们接入数据 接入数据呢 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种 数据流的方式 数据流就是所谓的stream 这种方式呢 我们在后面讲解 日志记录的时候 我们会在详细讲 我们这儿先简单的说一下 它的用意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场景 就是客户端向服务端 发送post的请求 这个时候带来一些数据 这个时候带来数据呢 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最大可能好几兆 最小可能就是几个字节 然后它小的时候倒无所谓 如果数据很大的时候 服务端怎么去接收这些数据 我不可能说等着数据 一块来了之后 我一块接收 我要从一个桶子 从一个水桶中 到另一个水桶中 用一个水管的连起来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场景 从一个水桶到另一个水桶 中间用一个水管连起来 就像鱼缸换水一样 用个水管连起来 然后数据呢 一点点从这个桶子 流向另一个桶子 这种场景不难想象 但是在代码中 怎么去实现呢 就像我鼠标的这个地方 request.on data 然后tunk就是 接收了一点点数据 因为它像水管一样流动 对不对 然后这是接收一点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都放到这个post data里面去 然后每次来数据呢 都会触发data这个事件 这个data的事件 可能会被触发很多次 最少也触发一次 对吧 因为它数据比较少的时候 就来一次就行了 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要触发好几次 然后什么时候触发结束呢 结束完之后 它又会触发这个end的事件 所以说通过这种监听的方式 监听这个数据 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过来 一直流过来 直到流完了 然后end的被触发 触发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答应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去response.end hello.word 这样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Norda.js中 怎么去获取这个post 去的数据 不光是Norda.js 就所有的这个浏览器 和服务端对接 都是有这种方式 只不过是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语法而已 Norda.js正好用的这种语法 就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 on data一个函数 或者说on end的一个函数 就类似于我们前端写 click事件一样 对吧 on click事件一个函数 比如说on什么 queue up事件一个函数 就是什么时候点击了 什么时候就出发 什么时候点击 什么时候出发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时候数据来了 什么时候出发 什么时候数据结束 什么时候出发 对吧 跟那个click事件 是一样的道理 OK 那我们可以代码演示一下 我们先不管这个postman 我们先把代码打开 打开之后呢 那我们先把这块注释吧 就是把不用的 先注释掉 好 注释掉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写 tp.create server 然后里面 request response 好 这个里面 我们只判断什么呢 request.method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post 会怎么样 它如果不等于post 等于别的 我们就先不管 我们只判断这个if 里面的这个条件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打印一下什么呢 打印一下request的数据格式 就是console.log 打印一下 request content type 是什么 然后这儿 我们可以通过request的headers request的headers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request的里面 就是客户端发送过来的请求里面 所有的这个头 然后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content type的 这么一个头 这个不出一半的 应该是个json 当然为什么是json呢 我们还要在postman中去做配置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去说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request 已经有多少了 request.method 对吧 request.url 然后这个request.query 是我们后面自己加的 这个不算 然后用request.headers 这基本上就涵盖了 我们常用的一些场景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 接受数据 首先我们要定一个叫post data的一个租传 然后等待接收 然后request.on 就是来了数据 注意点 这个是request 不是response response 我们还没有用 request.on 比如说data data 然后创考是个参数 就是随时来了数据 因为它是post 请求发送数据过来 随时来了数据 随时就会出发 然后就是post data 加等于就是 再去加一个数据 对吧 然后tunc.toString 因为这个tunc 本身是一个二进制的格式 它要去.toString 才能变成数据的格式 post data是一个数据的格式 对吧 好 什么时候结束呢 然后就是end 对吧 end完之后 我们可以先打印一下 post data是什么 打印一下 然后response.end 比如说hello word OK 这样呢 我们就算是结束了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重启一下 我们的node.js 好 OK 就说明监听完成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 通过postman去测试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在这里面去写 那个localhost 然后8000 对吧 我们要写这个post的这个地址18000 然后左侧里面我们要选post 我们要发送一个post数据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选中这个body 然后我们选这个raw 选raw之后呢 我们在这去选design类型 这一步呢 其实就对应什么 对应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request header里面的这个type 我们要求是用design类型 因为它的类型比较多嘛 所以说其他的我们就先不管它 我们就先用常委的design类型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 就去写一个design 对吧 比如说name等于什么 design的格式要注意 张三 然后age等于什么 比如说age等于25岁 OK 这样写完之后 你随便写个design 只要符合这个design的格式就可以 写完之后我们点一个什么 我们点一个send 点 好大家看点完send之后 我们在下面出来个什么 出来一个hello world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打印的这个request connect type等于什么 等于application design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印的 就是request header里面的 connect type等于application design 然后post data呢 打印的是什么 是design的一个字幕串 内部等于张三 age等于25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我们通过postman 发动的数据 真正的到了我们nodejs的这个sword端 并且它真正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 它的数据类型呢 是json类型 它也真正的被我们通过这个 on data on end的方式呢 去接受到了 最后也打印出来 最后呢 它真正的接受到我们这个返回 因为postman里面最后返回了这个hello world 最后显示了hello world OK 那到这一步 我们这个post的数据就已经讲完了 这些呢 我们就顺便把这个处理路由说一下 什么叫路由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以github为例 我们就这些说一下 github里面这个是github的一个地址 对吧 比如说斜线啊 这个是一个路由 叫顶级路由 然后斜线里面有的name 因为github都是这种结构 有的name就是你是哪个人 这是一个路由 然后斜线有的name再斜线 什么什么项目 这又是一个路由 所谓的路由呢就是说 写线有的name 写线有的name 什么写线带其他的 就是代表了一个什么 代表了一个URL唯一的标识 资源的一个唯一的标识 就是所谓的路由 因为我们刚才在获取那个query string的时候 已经用过了 就是URL 我们获取URL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split问号 我们问号的后半部分 就是这个URL参数 对吧 那问号前半部分 那肯定就是路由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就可以了 好 这个代码呢 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就不再去专门演示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专门写一下这几个代码 然后这个不专门演示也不代表就不演示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稍微综合一点的实力 这里面那里面会有这几个代码的演示 所以说大家自己写一遍也行 然后跟着我接下来再综合的实力也可以 OK 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综合的实力 来帮我们这两节所讲的这个 Rodges处理 HGP请求的这个例子呢 再综合的来演示 这段时间 Durkes的《特别人来演示》 我们可以做一个展示在《特别人 》 感谢观看